当年我姑男所嫁之人是一妻品文官,名为颜清云,现为当朝义禀大臣户部尚书。 我姑男生产完严敏过世后第二年,他就娶了我们左家亲人,也是我们其家的人,叫齐心悦,后来给颜清云生下一女一子。 都是一家人,齐心悦也带得人,本来一家人也是美满和睦,严敏也在16岁定下了当年的礼部尚书之子,名为孙杨欣,17岁时已经定下婚妻, 但是那一年,他出城到佛陀寺上乡,回城时候遇到了匪,自此下落不明。 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家一直都在找,但是从来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有几次倒是找到很乡像的人,但最后见了都知道不是,直到遇见了你们。 严家现在,家庭和睦,对于他们来说,姑母丢失24年多了,已经等于死人了。 虽然也在找,但那是做给我曾祖父干的,是面子上的工程而已。 而我家不一样,我曾祖父只有我姑奶一个独女,我姑奶又过世早,也只留下一女,也成了我曾祖父的念想。 他总是说,如果这个孩子找不回来的话,他女儿全向有知,也不安宁。 他百年归老,下去了也屋檐见他女儿。 当年延绵丢失,我家和延家就有劣迹,现在的关系只是平平,不管再怎么样都有怨。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而且还没有办法挽救,有些事情只是没说破而已。 而去年我曾祖父领兵受伤,身体愈发不如从前硬朗了,家里人都怕他抱憾而终。 唉,曾祖父打小就痛我,我不想让他抱憾而终。 齐行之说到此处,眼睛灼灼地看着苏华,他狡黠地笑了笑。 我从小就幸运,看来这个大功劳是非我莫属了。 苏华看着齐行之沉默不语。 表哥,你家里现在有哪些人呢? 我姑母,除了你还有大表哥,还有其他孩子吗? 你也给我说说你们的事情呗。 我家里一共六口人,除了我和大哥,还有两个妹妹,他们的样子你已经画出来了。 我们一家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户,其他的等见了面再说吧。 好吧,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 话已经带到,我先告辞了。 好,表哥,我送你。 齐行之把苏华送出了门。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那明天见。 知道这一点后,苏华心里有了底,安心地回了家。 而齐行之也是乐呵呵地回院子。 刚刚进院子,就发现书房有人。 行之,这些画像是怎么回事? 齐行风拿着几张画像,一边对比一边问。 大哥,你来我这儿怎么也不说一声,还乱弄我的东西,这样可不好。 大哥。 脑袋上突然挨了一剂脑瓜巴,齐行之咬牙切齿起来。 我都十六了,你怎么还弹我,我会告诉曾祖父你打我。 他从小就是宠儿,因为母胎带得弱,让武将世家都学会了对他温柔。 还不快说,再不说,我就真要下手了。 反正在曾祖父罚我之前,有你收打。 齐行风是急性子,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直接就威胁上了。 唉,那大哥打吧,打死我就好了。 你,你,你就别卖关子了,快点说吧。 唉,大哥呀,你说你要生你的时候,怎么没把脑子和耐心分给你一点呢? 这一股脑袋全部给我了,难怪我身体不好。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渣渣乎乎的。 唉呀,行行行,快说吧,真是的,打仗啊,要像你这样磨磨蹭蹭的,敌人不早就打到你家门口来了。 哼,我找到姑母一家人了,这一次是真的。 什么,你说什么? 大哥,你小声点。 齐行风激动无比。 你,你刚刚说什么,你找到他们了,在哪儿找到的,现在怎么样啊,家里有几口人呢,身体好不好啊,有没有受到欺负,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大哥,你先松开我,我知道你这个反应,你一下子问我这么多,你让我怎么回答你吗? 哎呀,我这身子苦,可经不起你这样粗暴对待,疼死我了。 齐行风也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自己太粗鲁了,连忙松开齐行之,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 哎,这都怪我太激动了。 娘不是说了,让你把我当女人对待,这对女人总是要温柔点吧。 这哪行啊,你是我弟弟,又不是我妹妹。 你没事了吧,没事就快点说,啊,快点。 唉,大哥,事情是这样的。 哎呀,那你还躺什么呀,赶紧接回家来呀,我们家又不介意这些的。 哎,你都说是真的,这次肯定错不了了,有什么接回家,接回来再说嘛。 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火人脾气。 大哥,姑奶去世很多年了,姑母如今也年过四十了,她有家事了,一切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些事情呢,不能只按我们的意愿来,或者是只按照某一个人的意愿来。 你要想想,姑母不是一个人,据我了解,姑母现在有两子两女,她们都不是年幼的孩子,她们怎么想怎么看都要考虑进去的。 齐兴之把道理,耐心地分析出来,齐兴风也渐渐冷静下来。 嗯,你说的,也是。 这件事呢,还不能大肆宣扬,大哥,你要替我保守秘密,我还要去做最后的确定,等我确定万无一失之后,我们再告诉爹娘,告诉奶奶,告诉曾祖父他们之下。 哎呀,这真是麻烦死了。 嗯,算了,你说的有道理,我听你的,怕不了这几天呢,我不回家了,不过,你说你三天后要去见姑母的,你,你可得把我带上。 他可以保密,但这去见人,他必须要一起去。 没问题。 在见面的时间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撒谎,他太了解自己大哥了,一旦知道了,他肯定要跟去的。 他性子急,虽然没有坏心,可不了解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喜,这件事是一定不能出差错的。 哎呦,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谨记,不那么冲动了。 大哥,你确实要冷静一点了,不然你以后上了战场,情绪容易被激怒,会有很多危险的。 齐家人都是急性子,一旦上了战场,最终都是马格果师。 哎,行行行行行,我知道了,哎,我走了啊。 齐行风敷衍地答应,然后风风火火地就走了,显然是没听进去。 齐行之无奈地摇摇头,他已经习惯了,要是真听进去了,就不会从小到大都挨打了。 齐行之暗暗捏紧拳头,他的几个堂兄都死在了战场上,连一点血脉都没有留下,他无论如何也要保住齐行风。 苏华回到家里,就把齐行之告诉他的和家里人说了一遍。 他真把我们的画像画出来了。 这太让人匪夷所思了,从来没有见过,却能把他们的相貌通过推算画出来。 苏重、苏小璐和苏小灵也是震惊。 我的画像也画出来了? 是的,我们的画像都有九成相似。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娘是该去看一看他们。 她的生活会如常,唯一的变化是清明寒时她能去祭奠生母了。 直到这么多消息后,赵氏内心更平静了。 对于明天和齐行之见面,她也没有那么多彷徨犹豫了。 赵氏心态平和,一家人也安心下来。 苏三郎和赵氏回了房,苏华也回了房。 苏小璐和苏重练了练剑,今天大家都没出门。 苏小灵要出去买菜,周恒和她一起。 老板,给我杀一只鸡。 周文静跨着菜篮子,对着老板喊完之后,转头笑着看苏小灵。 小姑娘,是你呀。 好巧,我们又见面了。 婶婶,你好。 你今天买了些什么菜呀? 一些排骨和肉,还有黄瓜和白菜,还有豆芽。 哎,那你准备怎么做呀? 这每天做菜都丑死我了。 我家那位胃口刁钻得很,每天准备做饭我都发丑。 排骨就做糖醋口味,多一些肉末和豆芽捏丸子, 做个红生问鸡,再煮上一锅清水白菜汤,就是这些了。 听着就不错,那我也学学你。 周文静又问苏小灵这些菜是怎么做的, 他也和苏小灵分享过他做的菜。 等鸡杀好了,周文静又很自然地和苏小灵说再见, 他也对周恒露出了温和笑意。 小灵,假如以后我们要陪着你, 你买菜的时候,不要同那个女人交谈。 为什么? 那个妇人手心细腻,看着不像下厨房的人。 他举手投足过于刻板,和身正能复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他接近你有什么目的, 所以你一个人买菜的时候,不要和他搭话。 好,我会注意的。 他们还要在京城里待好长一段日子, 一切还是小心点好。 菜市场不止这一个, 他一个人的时候就换一个菜市场。 苏小灵垂下眼眸,看着自己的脚叹息一口气。 进京后,有许多未知的事情, 担忧的事情也变多了。 他已经开始怀念儿时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了。 周文静在苏小灵走后也很快走了。 回到府里,把菜篮子交给丫鬟, 他则是去看了还虚弱躺在床上的孙阳兴。 老爷,你这两天吃得太少了, 这样对身体不好。 孙阳兴不想理会, 没有人在被囚禁之后还能吃得下, 他从来没想过周文静狠下心来会是如此的狠觉。 老爷, 我这两天也遇见了那个很像颜绵的姑娘, 依着她的年纪, 说她是颜绵的女儿也可信。 你想做什么? 这件事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那只是我认错了。 我会不会做什么, 那就看老爷你能不能吃得下饭了。 哎呀, 老爷身子骨本来就不好, 你要是身体不好或者是瘦了, 婆婆会怪我的。 那只是一个无辜的女子, 你不要去打扰别人, 左右我现在都只能任你百步, 你想要我吃多少, 我吃就是。 老爷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只要老爷能做到答应我的事情, 那我就不会去打扰那姑娘。 你没什么事情, 就出去吧, 我不想看见你。 周文静轻轻应了一声, 然后起身, 退了出去, 这样刺激孙阳心的法子有用, 她又何尝不是被刺痛了心, 把眼泪擦去, 吩咐吓人。 给老爷送一盅汤喝, 她饿了。 吩咐完, 周文静就离开了。 婆婆, 我来了。 你起来吧, 今天怎么样了? 老爷今天好多了, 刚刚我和她说了些话, 她就肯吃东西了。 秦氏看了看周文静, 然后合上眼。 我记得, 她前不久是遇见一个和颜民很相似的小女子是吧? 听着秦氏这么问, 周文静心里一割腾, 但还是应声。 是, 文静, 我儿子这辈子认死理儿, 委屈你了。 婆婆, 我不委屈, 当初都是我自愿的。 她只是不甘心, 心里生了幽怨。 如果能回到那时候, 她一定不会天真地认为自己能感动周阳心, 她会离她远远的。 婆婆, 那我先下去了。 等等。 文静啊,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孕之后怎么面对她? 你总不能一直这样拘着她吧? 你总是要放她自由的。 而她自由后, 她会做什么? 你想过吗? 周文静是聪明人, 她想要逃避, 秦氏没给她机会。 这件事, 逃避, 无法解决。 婆婆, 请您给我指示。 文静, 我儿子这辈子, 是走不出颜绵的阴影了。 那个女子和颜绵相, 用来做个替身吧。 你素来懂事, 这件事, 交给你去做, 我也放心。 这样, 等你有孕后, 她才能容得下你。 姨倩, 听婆婆的, 请婆婆放心, 儿媳知道该怎么做了。 说完, 周文静转身退下, 她眼眸里一片冰冷, 自嘲地勾了勾唇角, 纵然这样, 不亚于在她心口扎入一根钢钉, 其实还是要这样做, 只因为孙阳心是她亲儿子。 周文静回到主院, 就叫来了下人, 吩咐了下去, 既然是要做好这件事, 她自然要将那女子的情况, 掌握于手中才行。 二月十一, 这天一早, 习行之就认真地收拾了一番, 然后和福利说了一声, 就出门了。 她来到苏华告诉她的地方, 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 正准备抬手敲门, 耳边就响起了一道, 让她身去一阵的声音。 诶, 星志, 你来这儿干什么? 齐行之露出懊恼的神色。 大哥, 你跟着我干什么? 你这几天不是在营房吗? 明明昨天才把她骗出去, 昨晚也没有回来的, 怎么今天她就回来了, 还好死不死地让她遇见, 又被她跟踪了。 齐行之懊恼齐行风做事不用脑子, 也懊恼自己习不了武, 不够解决, 被跟踪了都没察觉。 我只想跟你说, 我昨晚梦见姑母了, 我梦见她回家了, 曾祖父非常高兴, 还夸奖我呢, 我就憋不住了, 想来和你分享这个好消息, 我连走饭我都没吃我就来了, 谁知道看见你出门啊, 还鬼鬼祟祟的, 我就好奇, 所以就跟着你来了嘛。 齐行风表情很坦然, 完全就是一副 反正怪你不怪我的表情。 哎呀, 好了, 你问的我都说了, 现在赶你给我个解释了, 你来这里做什么? 哎, 可恶啊, 我怎么有你这样没脑子的大哥呢? 你说除了见我姑母, 我还能来这里干什么呢? 哎, 大哥, 我不和你开玩笑了, 你给我听好了, 姑母只要求我一个人来, 所以我不可能带你一起, 现在立刻你马上离开, 要是惹恼了姑母不高兴了, 我回去告诉曾祖父, 你看看曾祖父会不会揍你。 齐行风听完就不高兴了, 情绪都写在了脸上, 我怎么就见不得人了, 大不了我不说话不行吗? 大哥, 这次只能我一个人去。 齐行之严肃的神色不变, 这代表着这件事不能商量。 哎, 那好吧, 我就在外面等你, 你出来以后, 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都说了些什么。 好, 这是他最后的底线了, 他也知道, 这也是齐行风最大的底线。 齐行风看齐行之答应, 才转身离开, 但他也没走多远, 就转了脚, 然后原地一直等着。 齐行之看着齐行风离开后, 才松了口气, 转过身, 抬手敲门。 在屋内的苏小璐和苏重相互看了看, 苏重对苏小璐点点头, 苏小璐才去开门。 真的好巧, 齐行之和齐行风在外面的对话, 苏小璐和苏重都听见了。 为了避免尴尬, 他们兄妹默契地保持沉默。 你好。 你好, 我叫齐行之。 我叫苏小璐, 你请进吧, 我娘在等着你了。 齐行之进院之后, 对着苏重笑了笑, 打招呼。 苏大哥你好, 走吧, 进去说。 齐行之点头, 跟着苏重一起进去。 他看了看身边的苏小璐, 对苏小璐笑了笑, 心想, 怎么越看越可爱呢? 进了正厅, 齐行之看见了正厅坐着的赵氏和苏三郎。 外职齐行之给姑母鼓掌见礼了。 你快起来吧, 这些事情还没有确定, 我也还担不起你这一生姑母啊。 赵氏不知道齐行之为什么这么笃定, 只从第一眼看, 她对齐行之也有好感。 这个孩子一身书倦气, 笑起来温润谦和, 看人的眼睛也堂堂正正的, 任谁看了都会有好感。 姑母, 我的推算是不会出错的, 你这个模样我几年前就画了好多次了, 从你年轻的时候到现在, 你的样子我从来都没有画错过, 只是遗憾的是,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 你会去了那么远的地方。 对了, 姑母, 你到底是怎么去那么远的地方的? 这么多年, 是不是受了什么苦难, 所以才没办法传递消息。 她看了看苏三郎, 心里有很多的疑问, 有些话到了嘴边, 她又咽回去。 因为她看着苏三郎, 觉得苏三郎也不像是凶神恶煞的人, 一个人的面相, 和眉眼之间的温和人善, 是骗不了人的。 孩子, 其实我已经失去了过去的记忆,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遇见三郎的时候, 就只记得自己姓赵了, 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你姑母, 可能我不是。 失业了? 难怪。 姑母, 你不记得也不要紧, 你的相貌是骗不了人的, 怀疑我推算的画像, 从你十七岁到现在四十一岁都有, 那些都是我好久之前画的, 我见到你之后, 我就知道我画的是对的, 你就是我姑母。 姑母, 我曾祖父, 你的外公, 他一直都在等你的消息, 他已经七十多高龄了, 去年领兵的时候还受了伤, 身子大不住从前了, 入冬以来也是小病不断, 现在都还没有大好。 姑母, 我这次来, 就是想接你回家去的。 孩子, 我可能并不是你的姑母, 我们还是测验一下吧。 对于齐行之的请求, 赵氏也很想答应, 但理智告诉他, 还是要冷静, 万一最后结果, 他并不是颜免呢? 赵氏有这样的担忧, 齐行之也明白。 好, 那我把姑公请来, 和你做一个低血验亲。 如果赵氏是颜免, 那颜青云是他的生父, 他的血是一定会相容的。 好。 这样是最稳妥的。 小娘, 可以吃饭了。 苏小玲做好了早饭, 过来喊了一声。 秦志, 我可以这么叫你吗? 齐行之疯狂点点头, 当然可以了。 一起吃个饭吧。 齐行之看了看苏崇苏华, 有些不好意思。 那我就打扰姑母和姑丈了。 等到入座一起吃饭, 齐行之又看见了两个生面孔。 其中一个不用说, 她画出来过, 肯定是姑母的女儿。 但另一个相貌对不上, 应该不是姑母的儿子。 齐行之下意识地看向苏华。 这是小玲, 是我三妹。 这是周恒, 是小玲的未婚夫。 你之前可能没注意, 她也参加了那几次相留会。 原来是这样, 您好, 我叫齐行之。 是三表妹的未婚夫, 那应该是很熟, 但在交流会上, 她好似没看见苏崇苏华 和她走在一起过, 这又是为什么? 齐行之有疑问, 但也只能藏在心里, 这些事情都不是现在的她能多问的。 齐行之看着丰盛的饭菜, 心里安心不少, 吃得好, 代表着姑母的日子过得不错。 饭桌上, 赵氏给齐行之夹了一些菜, 关心地问了问齐家人。 齐行之眼圈有些微红, 家里人现在都不多, 齐家是武将施家, 子孙们都要上战场的。 现在家里人不多, 我爷爷那一辈, 几个兄弟也都掉脸在战场上了。 现在也就是, 我曾祖父, 我爹娘, 还有我和我大哥, 本来呢, 我还有一个伯父, 一个小叔, 小叔死在战场上的时候, 还未娶妻, 所以呢, 就没有留下子嗣。 伯父膝下有两个堂哥, 前两年守卫边疆的时候, 也死在了战场上, 他们只是订了亲, 还没有成婚, 也未有血脉留下。 现在齐家能站的也只有我大哥齐行风, 他今年十八岁, 已经订亲了, 明年就成亲, 我娘说等大哥成亲留下血脉之后再上战场。 她说完笑了笑, 然后专心吃饭。 她是笑着的, 只是泛红的眼尾, 看着让人心疼, 齐家现在人丁单薄, 只从这短短的枝言片语就看得出来。 行之。 赵氏有些心疼, 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苏三郎也惆怅, 他觉得很沉重, 他们百姓之所以有平凡安宁的生活, 那都是将士们以血肉交住换来的。 齐家只是个例, 除了齐家, 还有很多人以区区血肉之区守卫着一方疆土。 姑母, 你不用安慰我, 我们齐家是武将世家, 我们本来就是武人, 而作为将士, 医生的使命就是保卫疆土, 能光荣地死在战场上, 是每个将士最大的荣誉, 我们也不例外, 只是抛出国家大事, 于我眼里他们只是我的亲人而已, 所以提及我心有所感。 行之啊, 听华哥说, 你身体有些不好, 正好我家小路是学医的, 一会儿给你好麦看一下, 可好。 好好。 小路妹妹学医, 那有师父吗? 我在太医院有认识的, 我可以送你进太医院学。 苏小路正在喝汤, 呛咳了一下。 谢谢, 我有师父了。 小路, 不用客气的, 太医院那边呢, 有曾祖父的旧师老友, 和我们家很熟的。 谢谢你, 现在真的不用, 如果我需要的话, 我再去找你吧。 七星之是好意, 但他已经有天底下最好最厉害的师父了。 姑母, 姑丈, 那我就先回去了, 最多两天, 我就把姑姑请来。 赵氏和苏三郎点头, 齐行之笑着, 又对苏小路挤人挥挥手。 那我们先回去了, 再见。 哎, 小路, 过几天你再和我好好好迈, 今天我还有事情要做, 好迈的事情就先推一推, 我答应你, 过几天一定要请你帮我看的。 齐行之把苏小路当小孩哄了, 他怕苏小路会不高兴, 认真地解释和哄他。 他的身体不关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早点让颜青云来做一个滴血认亲, 让赵氏能早点回家。 好的, 再见。 苏小路挥挥手, 这个齐行之还挺有趣的。 可惜他不会武功。 齐行之相貌俊朗, 人也开朗, 如果他武功高强, 就有希望和小路成就一段好姻缘了。 苏小路当时对他说的话, 苏小令一直记着。 他母亲怀他的时候, 几次动了胎气, 还为足月就产下了他。 他底子弱, 习不得武也正常, 那么多的齐家人, 都没能从战场上回来。 他身子弱, 其实也保全了他。 听着齐行之说的, 赵氏都觉得心里难过。 齐老将军的孩子们都不在了呀,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等的悲痛。 娘, 你别担心, 好人肯定会有好报的。 赵氏温和地笑了笑, 点头, 好人有好报, 他是相信这一点的。 他们一家人走到如今, 不就是从侧面说明了好人有好报吗? 做人善良, 既对得起天地, 也无愧于心。 和齐行之见面之后, 赵氏心中平静, 不再忐忑, 现在只需要安静等结果就好。 而齐行之从苏家离开, 在巷子转角, 就被焦急等待的齐行风连连追问。 哎,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姑母和你说什么了吗? 你吃饭了没有啊? 你快说话呀! 大哥, 你让我慢慢说行不行啊? 齐行风根本没有耐心, 这让齐行之很头疼, 可能这脾气是齐家人刻在骨子里的遗传。 只要是练武的齐家人都这样, 他不一样, 大概是因为他从小体弱, 没练过武。 他又磨练了齐行风一会儿, 齐行风果然如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上火。 齐行之看他就要暴躁, 才开口说道, 我去了姑母家, 肯定是要和姑母多说话, 恰好碰到饭点了, 姑母就留我吃饭, 我肯定不能拒绝的嘛。 嗯, 姑母很温柔, 很明事理, 不过她失忆了, 不记得过往的任何人任何事, 所以想要接她回家, 还得请延家的姑公过来配合一下, 做一个滴血认亲才行。 哎呀, 怎么还失忆了呢, 她可是在京中整的呢, 整整十七年呢, 真的就一点记不起来了嘛。 失忆, 齐行风不太能理解这个东西, 所以她有些不能接受, 整整十七年的记忆都忘记了。 是的, 姑母全都不记得了, 就是姓氏她都忘记了, 她现在是在姓炎, 她不记得自己曾经叫做爷明, 有关于过去的一切都想不起来了。 哎呀, 怎么会这样啊, 你说她怎么会失忆呢, 又是怎么去到那里的, 可恶, 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把她抓了去的, 我一定要把她剁成肉酱, 该死的东西。 齐行风发了怒, 脸都涨红了。 哎,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这些啊, 你快跟我说说嘛, 他们对姑母还好不好啊, 姑母的孩子们对她孝顺嘛, 啊。 大哥, 他们对姑母很好的, 姑母有四个孩子, 都很孝顺姑母的, 姑母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幸福。 哎呀, 这个过程, 姑母肯定受了很多苦, 很多累啊。 嗯, 我想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找岩将的姑公, 让她跟姑母做一个滴血认亲, 然后啊, 我们就能借姑母回家了, 你说怎么样啊? 齐行风拉着齐行之就走, 她大步乘风。 大哥, 你慢一点, 我闯不上气了。 哎呀, 你没事吧, 我这一着急, 又忘记你这若不经风的体质了, 哎。 哎, 没事, 大哥, 只是稍微有一点促心, 经我一提醒就好了。 等齐行之休息到喘气均匀了。 来来来, 哥背你, 这样走得快点, 啊, 我不怕嘞, 来, 快。 嗯, 还是我自己走吧, 我又不是小孩子。 齐行风看着弟弟犹犹豫豫豫的, 想着他走得那么慢, 等他走到, 那得耽搁多少时间, 干脆不说了, 直接拉着齐行之的手, 往脖子上一抬, 一弯腰, 一提, 就把齐行之背了起来, 然后他就大步地跑了起来。 齐行之无奈, 只得抱住齐行风的脖子。 齐行风跑到严府, 也就是一展查时间。 大公子, 二公子, 你们怎么来了? 哎呀, 你别管了, 我故宫现在何处啊? 哦, 你们找太老爷啊, 太老爷现在在主院, 请问两位公子是有什么事情吗? 请容许小人去通报一声。 小四说着, 就要先去禀报, 齐行风哪里等得了? 哎, 行了行了, 不用了, 我直接过去就行了嘛, 通报什么呀? 两位公子, 这样不妥, 还是容小人通报一下吧。 小四说完, 不等齐行风开口, 就小跑这儿去。 言清云才下早朝, 刚刚换下朝服, 吃早膳, 就见小四匆匆地跑进来。 急急忙忙做什么, 一点礼数都没有。 身边伺候的齐行月, 微微笑了笑。 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太老爷太夫人, 是齐家两位公子来了, 大公子的样子看起来非常的着急, 他还是背着二公子来的, 小人拦不住他。 小四话音才落, 齐行风的大扫门就从外面传来。 姑姑, 姑姑。 严清云听着这大扫门, 有些无奈地挥挥手。 下去吧。 小四松了口气, 缓缓退了下去。 老爷, 你又不是不知道, 齐家都是武将, 一个个都是风风火火的性子, 和他们讲不得那些七七八八的规矩。 这我早就见识过了。 他刚说完, 齐行风和齐行之也到了门口了, 严清云露出宽和笑容, 起身。 是行之和行风来了, 快坐, 吃早膳了没有? 姑姑, 行之吃了, 我没吃。 夫人, 你去吩咐厨房, 给行风做点早膳送过来。 行之, 行风, 你们先坐, 姑奶先去安排一下。 齐行之点头。 好, 谢谢二姑奶。 齐心月笑意颇深, 优雅地朝外走去。 齐行之这个小辈, 不是第一次拿气给他受了, 齐心雨都死了多少年了, 还要压在他头上做大。 就这个齐行之, 每次都叫他二姑奶。 他的意思不就是在说, 他的大姑奶只能是齐心雨, 颜青云明媒正娶的嫡妻是齐心雨, 而他齐心月是续贤, 所以他是小, 他担不起大。 齐心月出了门, 神色就露出不悦。 齐心之啊, 你来得这样着急, 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姑姑, 我们找到姑母了, 这次前来是想你亲自去一趟, 与姑母滴血燕青。 什么? 颜青云惊愕了一下, 然后看着齐心之不确定地问, 那可是他女儿, 他有什么好查的? 要不是曾祖父身体不好, 我就直接告诉曾祖父了, 他还敢查三天, 曾祖父一定打死他。 太气了, 齐心风气得抓狂。 大哥说得对, 要是曾祖父身体好, 有曾祖父出面, 他这点小手段哪里敢使出来? 只可惜曾祖父身体不好, 姑母要是彻底信我, 我们还能直接把他接回家。 姑母有姑母的顾虑, 低血燕青还是必须要做的, 左右是三天事件, 就忍一忍吧。 这么多年了, 他又有新妻子, 我们姑奶早就把他忘记了, 姑母又丢失了二十多年, 他心下除了姑母还有其他子女, 对姑母那点情分早就没了。 齐心之眼神暗了暗, 他也有些咬牙了, 这就是真实的人性啊。 哎呀, 真是可恶啊。 他想着就生气, 还要等三天。 这三天我不回家了, 我怕我忍不住, 爹娘要是问起来, 就说我在营房有任务, 就这么说吧。 现在, 他是不能回家的, 他的性子根本藏不住事情, 回家准要露线。 好, 我会给爹娘说的, 不过大哥, 你在营房里可别失了分寸, 要是有人告状到曾祖父耳朵里, 曾祖父肯定要罚你的。 嗯, 好吧, 我会控制好的。 我信大哥。 齐心风点点头, 然后大步离去。 齐心之无奈地笑着摇摇头, 然后慢慢地回家去。 而此时的严府, 严青云皱着眉头, 看着身边的齐心月开口。 夫人, 那件事, 你当年到底有没有留下把柄, 他是不是真的回不来了? 老爷说的是哪件事啊? 切身不知道老爷说的是什么事情, 可是刚刚他们说了什么? 齐心月还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才出去一会儿, 吩咐了厨房给齐心风做一些吃的, 回来的时候, 齐心风和齐心之都已经回去了, 而严青云脸色有些发沉。 夫妻相伴四十年, 齐心月知道这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让严青云不高兴了。 严青云问他, 他一时还真不知道, 严青云说的是哪一件事情。 就是颜绵的那件事。 那件事啊, 绝对不会留下任何把柄, 老爷是听到了什么吗? 齐心月神色变了变, 然后肯定地告诉严青云, 那件事都过去二十多年了, 他当时做的有多绝, 他心里很清楚, 严绵绝无可能再回京。 他虽然没要了他的命, 但他也绝不可能回到京城。 以严绵的性子, 要是落入花楼那样的地方, 他根本不会苟活下来。 刚刚那俩小子来说, 他们找到严绵了, 让我过去做低血验亲的。 你要知道, 这么多年, 齐家从来没放弃过寻找, 但让我配合去低血验亲, 这还是第一次。 齐心月神色也变了变, 他看着严青云, 垂下眼眸。 老爷, 你那伙人的凶残, 严绵不可能回来了。 齐心月还是笃定, 他不可能出错, 那些人没有一个人是善类, 严绵落入他们的手里, 怎么可能活着回京来。 严青云看着齐心月这么笃定, 左右你也没有亲眼看见他死, 你所笃定的, 只是你的猜测。 可, 他们本就是一群不要命的匪徒, 多如他们手中, 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 可你忘了, 人算不如天算, 人策在前, 天意在后, 你没亲眼看见, 你就控制不了, 哪怕只有一分的天意。 老爷, 是我没做好, 给老爷添麻烦了。 纵然心里不甘, 他也知道, 严青云说的没错, 只要他没亲眼看见严绵断气, 那么, 那一分的天意, 就不是他能控制的。 老天要严绵活着, 所以隔了二十多年, 严绵还是活着回来了。 老爷, 我想不通, 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行之和行风, 是怎么说的? 这个我没问, 我没心情知道, 我稳住他们, 你有三天时间把他们处理掉, 这次我希望你处理得干净点, 若是你处理不好, 出了什么事情, 我保不了你。 严绵是怎么活下来, 是怎么回来的, 他不在意。 当初知道, 他的确是震怒过, 但事情都发生了, 责怪齐心月毫无意义。 齐心月是他儿子女儿的生母, 这样的事情摆上台面来, 齐家会收拾齐心月, 连带着他也会被收拾, 所以, 当初他帮着齐心月瞒了下来, 现在也是同样的, 这样的事情不能影响他。 齐行之和齐行风年幼好忽悠, 有这三天时间, 足够让齐心月去处理干净了。 是, 切身明白了。 齐心月悲下了身, 他知道严青云是什么意思了。 你最好是先去查清楚, 免得再出什么意外, 他们现在已经在京中了, 你要是处理不好, 齐家那边的怒火, 你就一个人担下, 你知道我的底线的。 当然, 夫妻多年, 我会暗中保你, 可不一定能保得下你。 严青云把话说得明白, 把苏家所住的地址告诉了齐心月, 也是在告诉齐心月, 他只有这一次机会, 必须一击命中, 不能有任何闪失。 严眠是齐心宇唯一的女儿, 齐心宇又是齐老将军唯一的女儿。 齐老将军多宠齐心宇, 严青云是最清楚不过。 齐心宇死后, 这份宠爱就落到了严眠身上, 要是让齐老将军知道严眠的失踪, 是齐心月因为妒忌下的手, 只怕恨不得把齐心月大谢八块。 就凭着严眠这二十四年吃过的苦, 齐老将军知道后, 就不可能放过齐心月。 看在夫妻情分上, 他给齐心月争取了三天时间, 给他这个机会, 他算是对得起齐心月了。 多谢老爷, 且身还有事情, 先退下来。 这时候, 他没心情去在意严青云对他的狠觉, 他要先去处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大麻烦。 他不管严眠是怎么活着回京的, 他只知道严眠不能回来, 严眠必须要死, 这样, 他齐心月才有好日子过。 看着齐心月离开, 严青云冷哼一声, 这件事从头到尾, 他也没沾手。 要是齐心月真的处理不好, 那到时候就别怪他无情了。 当初, 他因为怕严眠比他女儿嫁得好, 所以起了祸心, 在严眠成亲之前, 被山肥掳走。 这是齐心月的手段, 他知道后, 事情已经不能挽回。 他没怪齐心月, 只怪那个女儿自己没本事没手段。 现在也一样, 如果齐心月没有在这三天处理干净, 他也不会帮齐心月, 他只会怪齐心月, 没本事没手段。 既然没本事, 那么后果就该自己承受着。 而齐心月也在离开政厅后, 立马派人去查了。 在等待消息的这个过程, 他反复回想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无论他怎么想, 都觉得延绵不可能有生还的路。 他到底是怎么安然无恙地回京的? 齐心月沉寂多年的心, 沸如滚水。 这短短等待消息的半天, 竟觉得度日如年。 就是儿媳妇来请安, 他都不想见。 终于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 齐心月连忙问。 齐伯, 怎么样? 都查清楚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夫人的确是大小姐的女儿回来了, 她和死去的大小姐太像了, 虽然过去这么多年, 小姐也没有花容月貌, 我还是一言就把她认出来了。 她就是小姐, 错不了。 她现在已经嫁作人妇, 有四个孩子, 生活也美满幸福, 不像是受尽磨难的人, 来京中应该是想来谋个生意什么的。 怎么可能? 她怎么可能还嫁作人妇生儿育女? 能进京来, 肯定也是有些家底了。 让颜眠过这么好的日子, 这和她当初谋划的, 简直天差地边。 她当初费尽心机, 要的就是颜眠下地狱, 永世不得翻身。 天月咪了咪, 宛如毒蛇一般狠辣的眼眸。 齐伯, 把我养的那二十个人, 都触动, 叫他们做得干净点。 一个活口都不能留, 做完后, 一把火烧了。 这一次, 我要他们死得干净, 叫他再也没有机会回来破坏我的日子。 颜眠啊, 颜眠, 你要是安分地待在那偏远的地方多好, 我不知道你过得如此好, 我也不会要你全家的命。 记着, 最好今晚就动手, 一击毙命, 不能有任何闪失。 二十个人若是不够, 那就触动四十人。 总之, 我要他们全都死, 绝对不能留下一个活口。 他拧紧了手心, 眼神阴冷, 上一次, 他没赢得那一分的天意, 这一次, 四十个精心训练的杀手, 他倒要看看, 颜眠还怎么躲过去。 这一次, 绝对不会再有天意存在。 夫人放心, 一定会完成夫人交代的任务的。 嗯, 下去安排吧, 务必要安排好。 这件事情, 必须今晚解决干净。 一旦出任何意外, 让齐家人把他们保护起来了, 你和我的好日子, 就到头了。 齐伯, 当初你选择了我, 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了。 当初齐伯是齐家人给齐新宇的人, 掌管齐新宇的嫁妆, 后来齐新宇死了, 他过来, 齐伯就投靠了他。 要知道, 被主害主, 啼弹揭露, 那可是千年满门的大罪。 请夫人放心, 老奴一定会安排好, 绝不出任何差错的。 下去吧, 希望明天起来, 事情都已经解决完了。 齐新宇挥挥手, 接下来, 他只需要静等消息就行了。 齐伯攻进退下, 这件事非同一般, 他也要立马下去安排。 苏家有七口人, 四十个人足够了, 绝对让那七口人一个也逃不出来。 安顿好了, 齐新宇才松了口气。 齐新宇本想去和言清云汇报一下, 但去正厅的时候, 但去正厅的时候, 下人却说言清云去了姨娘房里。 这可把齐新月气得不清, 该死的老东西, 这么多年要不是他有手段, 日子还不知道有多难过。 再怎么去也中不出国, 中了也无用。 每一个进府的姨娘, 都是悄悄让他们吃了炖子药的。 齐新月的手段阴险, 心眼也小, 除了他自己, 谁也容不下。 所以, 言清云只有他的两个孩子, 他没办法控制言清云只爱他一个, 但他能控制言清云的子嗣只有他能生。 就连这次颜绵回京的意外, 也会在今夜彻底结束。 夜里, 二娘,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那孩子什么时候会再来? 他带来的人, 会长什么样子? 依着齐新之说的, 他会带着言清云来滴血言清, 如果这最后一步都确定, 那他的身份就被证实是颜绵了。 他就不是姓赵, 而是姓颜, 叫颜绵。 他是有父兄姐妹的, 要他真的是颜绵, 那该如何去和这些人相处呢? 赵氏心血很乱。 二娘, 你别多想, 一切都有我们陪着你呢。 而且行之这孩子很好啊, 看得出他很真诚, 你不用担忧, 他们就会让你感觉很舒心的。 嗯, 不想了, 时候不早了, 睡吧。 寂静的夜里, 只有一家人均匀的呼吸声, 黑暗里, 树道身影藏在月影, 朝着一处方向而去, 他们拿着剑蒙着脸, 齐伯还在小声交代他们。 这件事必须要做到万无一事, 一定不能有任何差错, 记住, 是要欺人, 千万不能露了任何一个。 有人翻进了院墙, 只发出细微的声响, 有人朝着房内去, 有人拧开了油桶。 房内熟睡的苏小鹿, 鼻子皱了皱, 他瞬间睁开眼, 听着外面的动静, 他立马起身, 摇醒了苏小鹿, 随着他听见外面传来苏重大喝一声的声音, 他也立马一脚踹开了门, 一个掌风就朝着黑衣人打了过去。 二哥三哥, 你们保护爹娘和姐姐, 这些人就交给我和大哥。 是谁要暗害他们, 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 苏小鹿和苏重立马就用尽一切保护家人。 领头的人吹了个暗号, 顿时又有十几个杀手齐来。 爹, 娘, 你们拖在屋子里, 我和小鹿来守门。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突如其来的暗杀, 赵氏吓得脸都白了,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刀光剑影。 苏三郎抄起了屋内的椅子, 对苏华周恒说道, 保护好你们娘。 作为丈夫和父亲, 苏三郎绝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和妻子涉嫌, 刀剑无眼, 他并不怕, 他不会拿剑, 那他就抡椅子拿棒子。 爹, 苏三郎冲出来, 罩着一个黑衣人就砸去。 爹, 这里有我和大哥, 你不用管, 你快进去。 出来两个人, 交友点火, 烧了他们。 这一家人有武艺如此高的高手, 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到底只有两个人, 再厉害, 一时间也不能拿下他们几十个人。 哎, 公母别怕, 行风来救你。 突然一道大鹤声音响起, 齐行风翻墙而来, 他还穿着军装, 顿时就加入了战斗力。 齐行风力大如牛, 动起舞来极其凶猛, 他本来也憋着一肚子火, 因为训练要收敛, 这股火气还没地方发。 晚上睡不着寻夜, 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了, 发现竟然有人刺杀。 有了齐行风的加入, 苏小鹿和苏虫就轻松了许多。 眼看着杀手一个个倒下, 头领只得咬牙发出了撤退的信号。 一声令下, 还余下的二十多个杀手退走。 苏虫和苏小鹿都没有去追, 就怕这是调虎离身之计。 可恶, 到底是谁要害我姑母? 看着苏虫苏小鹿, 他不好意思地摸摸头。 哎呀, 大表哥, 小表妹, 你们别怕,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的。 谢谢。 苏虫皱着眉头, 神色警惕地看着齐行风, 语气有些冷漠。 他们一家人出来京城, 也没有和谁结仇。 怎么齐行之意上门之后, 就有人来刺杀他们? 齐行风虽然出手相救, 但谁知道, 他又为什么这么晚了出现在这儿? 苏小鹿没说话, 他也是皱着眉头。 齐行风也看得出, 他想解释, 却又不知道怎么解释。 他嘴笨, 只好愧疚地低下头。 此时的外面, 竟然也响起了刀剑之声。 大哥, 你守着爹娘, 我上房顶看一看。 苏小鹿足坚一点, 运气就飞上了屋顶, 他发现, 刚刚撤走的那些杀手, 竟然被一队兵将给围了。 在精兵的围剿下, 那些杀手只能咬牙分里突围, 而那一队精兵的领头人, 是苏小鹿认识的, 那就是周氏身边的金妻。 小鹿, 怎么样了? 大哥, 刚刚那一群杀手, 被一支军队给侯卫赌回来了, 我过去帮忙。 齐兴风一听, 顿时就来气了, 他直接翻身出去, 这一群该死的杀手, 他要打死他们。 齐兴风把所有的气, 都发泄在了杀手身上, 下手根本就不留情, 挨他一剑的, 几乎是骨头都被砍断, 只连着一点点皮肉, 他就像是杀神父体一样。 兴风表哥, 别兜杀了, 刘哥活个好温化。 小表妹放心, 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齐兴风心情好了, 下手就不下死手了, 直接拆骨, 顿时惨叫连连。 一番拆骨下来, 杀手一点动弹的能力都没有, 下巴都被卸掉, 就是想服毒自尽都不行。 没多久, 杀手就全部被剿灭, 留下几人做活口, 还是齐兴风全部拆骨的。 多谢苏姑娘, 祝我们虎城禁军, 剿灭这些杀手。 今期恭敬的道谢, 不用谢我, 这些人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今晚想杀我全家, 才被我们给打出去的, 没想到就遇上了巡夜的你们。 周智派人暗中盯着他们家, 他早就知道, 一开始他还怀疑这是周智的人, 毕竟再过几天, 会事就要开始了, 但现在今期出手, 就证明这些人不是周智的。 不是周智的话, 还能是谁呢? 苏小鹿的眼神, 落在被齐兴风拆骨的杀手身上, 想要知道到底是谁杀他们一家, 他只能是从这些人身上下手了。 苏姑娘请放心, 这些人下手狠辣, 又在这京城之中作恶, 我们一定会查得清清楚楚的。 嗯, 这不但要查清楚, 还得派人保护他们呢, 不然我让我曾祖父进宫, 参你们殿下一本。 请齐公子放心, 这是我们护城禁军的责任, 在没查清楚之前, 不会让他们再作恶的。 苏姑娘, 那我们告辞了。 多谢。 我, 我也走了。 秦风表哥等等, 今天这事太奇怪了, 秦风表哥, 你能不能说说你们回去之后的事情? 小鹿, 我们真的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们回来,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巴不得早点把姑母接回去, 怎么会害你们呢? 而故宫就更不可能了。 秦风, 进屋说吧, 我们没有怪你, 刚才多谢你了, 不然我们都要危险了。 爹, 你们有没有受伤? 苏崇和苏小鹿都没受伤, 倒是苏三郎手臂被剑砍了一个口子, 苏小鹿二话不说, 上前为苏三郎缝合包扎。 秦兴风很是愧疚。 鼓掌, 这都怪我。 孩子, 别自责, 这不怪你, 你帮了我们大忙, 刚才多亏你在啊。 刚才那些杀手要去放火的时候, 是秦兴风来得及时打断了他们的计划, 他要是有害人之心, 刚才他就不会出手相救了。 苏小鹿去提了茶壶来, 给秦兴风倒了一杯, 苏华看着秦兴风。 兴风, 你们今天已经去见过阎家人了吗? 阎家那边说了什么, 你能给我们说说吗? 秦兴风没有多想, 就把白天和齐行之道严家的事情说了, 说起他还是有些气愤。 哼, 我和行之的本意是让他和我们一起早点来的, 但他要小人之心, 非说要等三天, 我当时就很生气。 他控制不了脾气, 但一动怒, 见苏家人都看着他, 他就垂下眼眸道歉。 对不起, 我刚刚又激动了, 这都怪我这脾气, 我激动起来, 我自己也控制不住, 还是行之说得对, 当年娘要是把行之的脑子给我一点就好了。 没关系, 你只是性子直率, 如此坦证的心性, 很是珍贵呢。 姑母真好。 赵氏温柔地笑了笑。 姑母, 你别担心, 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有下次了, 等过两天, 我让故宫过来和你做一个滴血宴亲, 然后你们就到我们齐家去住吧, 我们家里很大的, 全都住得下, 回了家就没有人敢害你们了。 行风表哥, 谢谢你的好意,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去小住的。 齐行风不会转弯, 他说出口的话语就代表可以相信。 齐家人也是真心实意想要找回颜眠, 但是严家就不一定了。 嗯, 好, 那就先走了。 好, 你小心些。 齐行风不懂人心难测, 他复述了一遍, 仍然不觉得有问题, 但他们已经听出了问题来。 为了不让齐行风担心, 所以一家人默契地只字不提。 爹, 娘, 你们不要担心, 这件事我们会查清楚的。 呃, 我们现在回家去, 还来得及吗? 他难以想象, 为什么他的亲生父亲不想他回来, 连他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 就决定痛下杀手, 为什么连自己亲女儿都要杀, 为此, 甚至不管是不是会千年无辜的人。 赵氏想象不出, 到底是怎样的深仇大恨, 才会让一个父亲做出这样的决定。 娘, 你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了, 假如你就是颜眠, 或许当年御匪徒也不是一个意外。 唉, 要是我能记起来就好了。 小璐, 你有没有办法能让娘记记一些过去? 苏小玲有些紧张地看着苏小璐。 娘, 你脑内没有异常, 那段记忆可以说是你自己选择忘记的, 除非你自己想要重新找回它,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办法。 苏小玲听着苏小璐说的松了口气, 赵氏有些失落, 他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娘, 你也不用急, 记不起来也没关系, 有我们陪着你呢, 你放心, 刚才的事情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谁也不知道真相揭开, 会是怎样的刺痛人心。 怎么就失败了呢? 天忆, 天忆真的就如此偏袒他吗? 原本他还不相信天忆, 可四十个杀手都没能杀得了普普通通的七个人, 还从而引出了这么多麻烦, 这让他不信天忆都不行。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去找老爷, 他一定会帮我的, 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一定会有办法的, 大老爷和大夫人夫妻四十年了, 大老爷肯定会想办法救的。 齐伯惊慌失措地自语, 而齐心悦出了主院就去了偏院, 伺候姨娘的押会上前。 大夫人, 大老爷和姨娘已经安心了, 请容奴婢去通报。 滚下去, 你算什么东西, 敢来拦我? 奴婢之错, 请大夫人开恩。 齐心悦直奔礼物, 他动静如此大, 早就把颜青云吵醒了。 看看你这样子, 哪里还有点当家主母的威严, 说你是嗓家之犬还差不多。 老爷。 回去说。 颜青云从齐心悦的表情就知道, 他肯定是搞砸了。 颜青云大步朝外走去, 丝毫没等齐心悦。 齐心悦咬紧牙关, 紧跟了出去。 等回到了主院, 看着还跪在地上的齐帛, 颜青云没有好脸色, 在他看来都是无用的东西。 齐心悦看着冷漠无情的颜青云, 他咬的牙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老爷, 我们夫妻四十年, 求你赶在孩子的份上, 救救戒身吧。 之前我就说过, 要处理干净, 你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我能有什么办法? 生者成亡, 败者为寇的道理, 你应该很清楚。 当年你买通山匪, 把颜免给掳走, 断了我与孙家的联姻, 这件事, 我可有追究。 当初我没追究, 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颜青云看着跪在他面前的老妻, 丝毫没有动容, 而是冷漠的旧事重提, 以此让齐心悦明白, 当年他没有追究, 没有出手, 现在轮到齐心悦败了, 他也不会出手。 齐心悦听出来了。 老爷, 我可是志愿的母亲呢, 还有珍珍, 便是看着儿女的份上, 老爷爷不救我吗? 谁说要连累志愿和珍珍了, 你做的事情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当年, 是你的心歹毒, 怕绵绵比你女儿真真嫁得好, 生出歹毒心思, 买通山匪, 掳走了绵绵。 现在, 是你知晓绵绵归来, 怕他搞发你对他做的那些恶毒的事情, 又叫了杀手去暗杀, 但是失败了, 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和我严家, 和我儿子女儿, 没有一点关系, 你本就是出自齐家宗亲礼, 要有错, 也是你们齐家管教不严而已, 你要是聪明, 哼, 有一杯毒酒了结了自己, 如此啊, 我还能保你完好下葬, 看在夫妻四十年的份上, 这是我给你体面的最后机会, 左右还有两天时间, 你好好想想吧。 齐心悦听着这一番话, 已经心如死灰, 再也生不起叶丝袭击, 齐伯听着, 痛哭流涕, 磕头恳求。 大老爷, 您不能放弃大夫人哪, 您救救大夫人吧, 哈哈哈哈。 备煮求荣的东西, 您有今天, 也是活该。 老爷, 这么多年情分, 我为了这个家如此辛劳, 你真的就不救我吗? 难道, 这四十年来, 你对我就没有一点感情吗? 啊! 夫人, 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 夫人现在和我提情, 哼, 是不是太晚了? 当年要不是心语难产过世, 你以为, 你进得了我家的门, 绵绵从小视你为亲娘, 他母亲过世时候, 他毫无记忆, 你又是怎么对他的? 你连一个从小养大在你身边, 口口声声叫你娘的孩子, 都容不下, 你和我谈感情? 我们之间啊, 不过是利益牵扯, 能有什么感情, 不过是接受不了自己的失败罢了, 别用感情来遮掩你那让我作呕的目的。 齐心悦摇紧牙关, 死命克制住颤抖的身体, 他以为他当年知道之后的隐瞒是有情意在的, 却不想一切都是利益, 他纵然心毒, 可他是爱他的呀。 行了, 你自己好好考虑吧, 没什么事情, 别来找我。 严清云是一眼都不想再多看, 甩了甩袖子就出去, 事完早点, 严清云就出了府门直奔大将军府而去, 齐心悦搞砸了, 他就得提前上门了。 将军府里齐行之和齐行风把事情如数说给了爹娘听, 齐父大为震惊。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们? 齐母担心地问, 那你们公母一家人没事吧, 那孩子们也都没事吧? 公母一家都没事, 幸好他们都习武了。 你们说严家那边态度冷漠, 怀疑暗杀的事情是他们而为, 甚至怀疑你们的姑母失踪背后也有勾结。 这让我想起来一件事, 你们二姑奶奶的女儿颜真真, 比绵绵就小了两岁, 有一次绵绵回来的时候, 她也会一起回来。 我记得有一次, 我大哥给绵绵做了一个木鸽子, 没多久, 那木鸽子就到了颜真真手里, 我问她是不是抢绵绵的东西, 她说才不是, 是绵绵不喜欢木头雕的鸽子, 当时她还叫来绵绵当着大家的面说, 绵绵是低着头说不喜欢的。 这件事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放在心上, 我也是这几年会偶尔想起来, 感觉有点怪, 但实行过去太多年了, 也无从考究。 只是刚刚听你们说起,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件事。 自从伤后回家不能练武之后, 她心静下来, 回想起往事会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无从考究, 也就没机会去证实什么, 今天听俩儿子说的, 她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其实, 当时绵绵丢失, 你们曾祖父还曾怀疑过 是不是有人暗害, 但查也没有查出什么, 后来要办差事, 就没有再追查了。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觉得你们故宫 不会容不下一个孩子, 现在你们才找他, 接着就有人去暗杀, 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但爹也想不明白, 颜绵也是他的女儿, 他为什么要去下狠手? 祺父觉得其中太过复杂, 以他的脾性是难以想通的, 毕竟无论是怎样的真相, 都是和至亲脱不了关系, 真相都是血淋淋, 让人痛苦的。 其母保持沉默, 因为颜绵丢失的时候, 她还没有嫁过来, 所以很多事情她并不了解。 爹, 娘, 这件事情也告诉曾祖父吗? 哦, 肯定要告诉我, 只有祖父出马, 才能让点颜情云, 值得厉害。 这件事, 暂时不能告诉你们曾祖父, 她身体很不好, 万一忧心过急了, 她的身体是撑不住的, 就是把你们姑母接回来见她了, 也得请大夫来守着, 以防你们曾祖父昏厥过去。 爹说的有道理, 曾祖父的身体自从去年受伤之后, 就大不出钱了, 御医都说了, 若不是当初遇到神医救命, 曾祖父这台老命早就没了, 这件事的确不能告诉曾祖父。 哎呀, 那该怎么办呢, 总得想个办法出来啊。 老大别着急, 你呀, 就是脾性太浮躁了, 一点心机也没有, 吃亏就吃亏在这儿, 多少次了, 也不知道长长记性。 记性师眼睛一亮。 哎, 我有一个办法。 哎, 什么办法, 你快说呀。 这个办法, 还得由大哥出马去做。 哎呀, 是什么, 你就别卖关子了, 你快说快说, 快说。 很简单, 咱们就去严家, 告诉他们, 昨夜有人想暗杀姑母, 为了姑母的安全, 要她马上去做个低血验轻。 她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 昨天她就说这事非同小可, 要查一查呢, 要是她不同意, 我们还能强迫她去不成啊, 你这个办法一点都不好。 大哥, 你还真说对了。 齐行风一脸一问, 他是越来越听不懂 齐行之在说什么了。 老二, 你是想让你大哥 强迫着你们姑公 去做低血验轻吗? 这是不是有失礼数啊? 老爷是糊涂了, 咱们本就是粗鲁不讲理的武将, 哪来那么多规矩礼数啊? 就是在朝堂上, 皇上都还经常 被你们这些莽夫给弃着, 何况其他人? 咱们行风啊, 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 情绪上来了, 难免会意气用事, 更何况, 他还是为了孝心, 他本就不是个耐心的性子啊, 为了孝顺曾祖父, 使点分寸, 这有什么不可呢? 再说了, 又不是要伤人, 只是请他过去的时候啊, 不懂心疼人, 没照顾周道而已, 这点小事, 算不得什么, 大不了啊, 等时候让孩子赴京请罪。 齐母拍了拍齐行风的肩膀, 娘说的对, 大不了时候啊, 我去赴京请罪, 让孤公打两下, 消消气, 得了, 对对对, 那就这么做吧。 好了好了, 那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去吧。 一家人正准备走, 外面就有下人来通报了。 老爷, 夫人严大人要见老将军, 已经在政厅等候了。 其父和其母相视一眼。 他这个时候来干什么? 哈哈, 我倒是觉得他来得好, 还省去了我们去找他, 他来的正是时候, 直接让他没有说话的机会, 现在就拉他过去, 做滴血验亲。 大哥, 接下来就靠你的了, 把他们雅学点了, 别给他们机会说话。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走, 那咱们就过去吧。 姑父,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让外侄猜一猜。 哎, 姑姑, 你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 你是不是查清楚了呀? 顺势就点了言轻云雅学。 哈哈, 姑父, 你今天来肯定是想好了, 要去做滴血验亲吧, 毕竟你们父女二十多年没见了, 必须要做个滴血验亲才行, 正好我们也要过去, 真是择日不如撞日啊,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正好, 我们也刚知道这件事,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和你一起过去。 马车风风火火地朝着苏家而去, 一到地方, 骑行之就先下了马车去敲门。 苏小璐一开门, 骑行之就压低了声音, 小璐, 事数紧急, 我来不及和你解释了, 赶紧让姑母准备一下, 马上做滴血验亲。 我大哥点了姑公的雅学, 我们没有和他说话的机会, 其他的等做完滴血验亲之后, 我一定会当面跟你们解释清楚的。 好, 我去安排。 苏小璐去了厨房, 简约地和赵氏说了一下, 赵氏皱了皱眉头, 最后点点头。 苏小璐取了两个碗, 装了两碗水。 嘿嘿嘿, 姑公, 这点小事情, 让我来帮你吧。 苏小璐地上一根针, 言轻云一近乎, 他的眼神落在赵氏身上, 他扯着嘴角, 微微笑了笑, 已是宽和。 骑行风在他手拇指一扎, 疼得他直抽气。 骑行风挤了几滴血到碗里, 而赵氏也扎了拇指, 逼了几滴血进两只碗内。 他心里很慌, 看见言轻云, 他心里有一股奇怪的感觉, 好似有什么要挣扎而出, 他的心跳都失控了。 两团血液在水里, 渐渐相融于一体, 让碗里的水成了血红色。 嘿嘿, 姑公, 你看见了吧, 血液相融, 这就是姑母啊。 哼, 行风, 你可真是, 快放开你姑公, 你这孩子没个轻重的, 你看都把你姑公勒得, 说不了话了。 哎呀呀呀呀, 姑公, 你快说句话呀, 你是不是太激动了, 连话都说不出来呀。 这, 真的是绵绵,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赵氏长得像他母亲, 就这张脸, 严青云就知道错不了, 到底是有福气, 命也大, 在那么危险的险境, 还能翻身, 得天庇佑啊。 赵氏看着严青云, 只觉得心里很难受, 他张了张口,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 就是他的爹吗? 他看上去真情流露, 不像是会下毒手的人, 能相信他吗? 绵绵, 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不回来呢? 严青云觉得赵氏有些奇怪, 看他的眼神太陌生了, 这丢失的时候, 也有十七岁, 不是三岁小儿, 不至于连亲爹都不记得吧。 对不起, 我记不起往事了。 失忆了? 严青云疑惑地看向奇行风和奇行之, 昨天的时候, 这俩孩子可没提这件事。 姑公, 姑母失忆了, 她记不得往事, 但这不要紧, 姑母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是吧? 啊, 是, 是。 人是失忆的, 齐心月怎么连这一点都没查清楚就动手? 他可真是死不足惜, 要是把这些查清楚了, 他根本不用动手, 一个失去记忆的女儿, 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严青云视线看向苏三郎和苏虫几人, 挨个儿打量过去, 失忆了, 你也记不起过去了, 现在你也嫁作人妇, 儿女也都成才了, 爹心甚畏, 既然身份都确定了, 今天就通爹回家去吧, 这说不定啊, 看见你以前居住的院子, 熟悉的房间, 你会想起来呢。 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真心关怀女儿的老人, 没有大喜大悲的情绪, 就好似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就是正常的关怀自然而然地说出来。 肇事有些无措, 他看向苏三郎和孩子们, 不知道该怎么回话, 言清云的表现让苏小璐他们也都琢磨不透, 就是其父和其母都不由得想, 难道是他们想差了? 言清云完全没有一点杀意呀, 他还流眼泪了呢。 明明, 你就是我的亲女儿, 这一点是做不得假的, 失忆了没关系, 想不起来也不要紧, 以后还有很多时间, 爹只是觉得你该给你娘上一炷香了, 他在天有灵啊, 也是担心你的。 对不起, 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这件事情我们一家人要商量一下, 我的身份也确定了, 给娘上香, 我肯定得去, 但我已经嫁人了, 我现在的生活, 我不希望他们被破坏, 如果您能接受他们的话, 我也会尽到作为一个女儿该有的孝宝。 好, 好, 爹知道这太突然了, 左右都在京城里, 想回家什么时候都可以, 咱们妇女啊, 还有我的外孙们,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不急, 不急, 那我就来做个自我介绍, 孩子们, 虽然你们是第一次见到我, 都别慌, 外公呢, 一看到你们啊, 就很喜欢, 回家了, 就不怕了, 有外公招着你们呢, 还有你们外曾祖父家, 都会非常喜欢你们的, 你们一看啊, 那都是好孩子。 严青云说完, 就转头笑着对祺父和祺母说道, 你们看, 我说的对吧, 祺父祺母点头, 表妹, 你是记不起我们了, 但家里这么多年, 却都想着你, 这可惜分离得太久了, 你的好几位表哥已经战死了, 不过你现在回来了, 他们的在天之灵看见也会安息的。 哎, 是啊, 你是外公家的小娇娇, 你的舅舅可都没生女孩, 都可着你一个宠, 五个表哥, 也就只有他还在了。 赵氏看着祺父, 觉得心里很难受, 眼泪根本控制不住, 苏三郎心情也感伤, 人这辈子最怕的, 就是生死离别, 再也不能相见。 对不起。 赵氏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 只是除了道歉, 再说不出别的话语。 外公, 舅舅舅母, 请进屋坐下, 慢慢说吧。 在没查清楚昨夜暗杀的真相前, 他们对面前这个和蔼的老人, 也只是怀疑而已。 对, 进屋, 进屋。 苏小璐把两只碗收走了, 他帮着苏小灵去做饭, 这么多人肯定是要吃饭的。 周恒也来帮忙, 苏小璐只能烧火。 小璐, 你觉得这个老先生慈祥吗? 恒弟, 你怎么看的? 这个外公吧, 不是表面这么简单。 看着虽然在笑, 但我喜欢不起来。 颜青云慈祥和蔼, 只是看起来的, 那一双眼睛就跟老狐狸似的, 其实这些都正常, 他也是第一次见他们, 非要说多喜欢, 那肯定是假的。 齐青之说过, 他在朝为官, 现今为一品的户部尚书, 他心思深沉, 如笑面虎, 这也正常, 昨夜事情还没有出结果, 不能说不相信他, 但也不能太相信他。 我也是这样想的, 他虽然在笑, 可总感觉有距离, 不像是师叔和龟游师叔, 哪怕是冷着脸, 也不会让我感觉有距离。 别担心, 三叔和三婶都知道怎么做的, 阿虫阿华也在呢, 还有齐家人。 阿虫可真的优秀, 你这表弟, 要是有你半点沉着就好了, 这同样是习武, 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呢? 齐青风被揭短, 不好意思地脸红了, 他摸了摸头, 看着苏虫。 哎呀,表哥, 改日还请你好好敲敲我, 我看你们怎么就都沉得住气呀, 我是怎么都沉不住气呀。 简单, 你跟着我站桩就行了。 哎, 这没用, 我小时候习武, 也扎马步, 也站桩, 但我根本没这耐心哪。 嗯, 你要是想改善的话, 我还有办法的。 点了学, 他想跑都跑不了。 哎, 那好, 改日有空啊, 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行风确实该好好学, 虽是武将, 你也空无有力, 但要是沉着冷静, 只怕呀, 没有你打不赢的仗。 等饭熟了, 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严青云看了看苏小灵。 不错, 你娘啊, 把你们都教得很好。 苏小灵虽然不会琴棋书画, 但是她是农家出生的, 能培养成这样已经很不错。 有这样的两个兄长, 将来寻好人家也不难, 琴棋书画这些文雅东西, 以后也有机会学。 一吃饭, 严青云惊愕了一下, 她是真没想到苏小灵厨艺会如此好, 这手艺便是比那御厨也不差了。 齐兴风吃了两口, 嗯, 嗯, 好好吃啊, 嗯, 嗯, 好吃好吃, 嗯, 怎么这么好吃呢, 太好吃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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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孩子, 慢点吃。 齐母尴尬地看了看赵氏, 只见赵氏目光温柔, 丝毫没有嫌弃, 还给齐兴风夹菜, 齐母心里阴暖, 一瞬间有种, 以后要把赵氏保护的感觉。 慢点吃, 喜欢吃, 以后就常来。 姑母只要不嫌弃我, 我肯定天天, 呃, 我肯定常来。 当然不会嫌你了, 你便是天天来, 我也是高兴的, 行之也要常来才好, 姑母很喜欢你们。 谢谢姑母喜欢, 那我和大哥就常来讨扰姑母,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正好能玩一块, 是要常常地在一起玩, 到时候啊, 带上你们于然和远安两位表弟也一起, 你们啊, 那可是最亲最亲的人了, 啊, 哈哈哈哈。 苏崇和苏华都浅笑着点头, 你们已经结为夫妻啊, 今后也要好好地待他, 年免遇上你, 那也是命中注定的, 现在呀, 你们家庭和睦, 我心里也是安心的。 等阿崇阿华考试结束后, 就正正经经地公告, 一起回家了, 知道吗? 你的身体看着有旧伤, 过两天啊, 我请御医来帮你看看, 顺便呢, 也给绵绵看一看, 好好调养一下身体, 我还等着你们孝敬我百年呢。 苏三郎认真地点头答应, 赵氏也点头答应, 温和慈祥的父亲, 让他没办法再怀疑他, 齐家人把严青云送回严府。 哈哈哈哈, 这个好消息啊, 你们也抽个空, 告诉你们祖父一声, 他是最惦记绵绵的人了, 这是我这个当爹的, 都自亏不如的, 绵绵是个有福气的孩子呀, 如今幸福平安, 我也就放心了。 顾长放心, 这个好消息, 我会抽空告诉我祖父的, 但还有一件事, 顾长只怕还不知情。 严青云就是只老狐狸, 暗杀的事情, 绝对和严府脱不了关系, 这件事也应该由严青云, 去给严面一个交代。 严青云看着其父, 露出不解之情。 贤侄, 你说的事情是…… 虽然心里清楚, 但他还是装作不知道。 顾长, 昨夜表妹家遇袭, 还遭遇暗杀, 几十个杀手来势汹汹, 出手狠辣, 其目的是想要把表妹一家全部灭口。 不瞒顾长, 我是怀疑, 严父有人不想表妹回来, 当年表妹被山匪掳走, 也是疑点重重, 本来他们一家也平平安安, 可在告知顾长之后, 就招来杀神之祸, 此事是不是太过唏嘘了。 啊, 今天冒犯故障, 便是怕有人从中作梗, 阻碍你们妇女团聚。 现在, 故障也知道表妹身份是真, 我才将此事如实相告。 严青云愣了一下, 然后震惊, 在愤怒。 多谢贤侄相告, 此事我会调查清楚, 我倒是要看看, 是谁想要阻碍我们妇女相认, 无论是谁, 一旦查出来, 我都绝不饶恕, 这害我女儿颠沛流离二十多年, 害我们妇女生离二十多年, 要是人为, 那实在是可恶可恨, 一旦查明, 我绝不顾惜, 若这真是我的实责, 我就是有罪之人哪, 我将无言面对岳父他老人家, 将来百年故去, 我也无言取奸心愚, 这件事啊, 我一定要查清楚。 有故障这番话, 我就安心了, 那小植就不打扰故障了, 告辞。 其父没功夫去猜测, 严清云心里那些弯弯肠子, 只要严清云知道, 他需要给旗家一个交代就行。 好好, 这件事我不知道还好, 已知道, 那就是扎在我心口的刀, 我势必要查清楚的, 那就不留闲职了, 慢走。 严清云点点头, 他神色严肃, 无声地表明他追查的决心。 严清云站在门外, 看着马车驶去, 守门的小丝, 弓箭迎出来, 唤了一声。 大老爷。 大夫人呢? 大老爷, 大小姐今天回来了, 还有大公子, 都被大夫人叫回来了。 严清云点色瞬间就冷了, 他大步朝着府门进去。 齐心月为了活命, 不惜一切代价, 知道他心硬也不肯死心, 将儿子女儿都叫回来, 企图用儿子和女儿, 让严清云心软失旧。 母子三人一起吃了午饭, 下人进来禀报, 齐心月一听, 严清云回来了, 就露出了愁色和担忧。 他这条老命能不能保住, 就看接下来, 严清云会不会心软了。 娘, 你别担心, 我和弟弟不会放弃你的。 娘, 别担心, 我们不会放弃你。 好, 好, 娘有你们这句话, 娘就安心了。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秦心月紧张地看向门口, 严清云沉着脸进来。 志远和珍珍, 先回去吧。 爹, 这件事我和姐姐已经知道, 此事关乎我们的生母, 请说孩儿不能视而不见。 爹, 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你要女儿眼睁睁看着亲娘去死而不救, 女儿做不到这么无情。 我本想给你在孩子面前留几分颜面, 既然你不要, 那也罢了。 老爷何必把吴晴说得如此明正言顺, 你所说的颜面, 就是让我去死, 好成全了你, 给齐家人一个交代罢了。 可你呢? 你当初明明知道事情是我做的, 你不也没有告诉齐家人, 我如果把这些告诉齐家, 告诉齐老将军, 你猜他老人家会怎么做? 他老人家为了大粥, 鞠躬尽瘁, 齐家子孙更是为了大粥, 抛头炉洒热血, 便是在皇上面前, 皇上都要敬让他三分。 他那么疼爱的独女, 命短就早早去了。 而齐心月唯一的女儿, 却被继母所害, 你知情, 却不说, 才害得颜面丢失整整二十四年。 你觉得他们知道这些后会饶了你? 齐心月看着颜青云, 他控诉他的这些罪名, 企图用这样的方法让他有所动容, 但是没有。 那件事儿本也不是我做的, 你说的话谁信呀? 我现在已经是朝中从一品的大臣, 便是责罚我, 不过是罚我几个月的俸禄罢了, 左右都是你这蛇蟹心肠的女人, 而你也是齐家人为我选的几世, 他们有哪儿来的脸来责怪我呢? 齐心月想要以此威胁他, 他根本不受他威胁, 这些事情想要连累他是不可能的。 爹, 这可是陪伴你四十年的人呢, 你难道真狠得下心智他的性命于不顾吗? 颜真真看着颜青云, 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是这么的绝情, 整整陪伴了四十年, 就真的这么无情吗? 颜志远也看着颜青云, 虽然没说话, 眼中透露的眼神也是在等颜青云说话, 心思被看穿, 齐心月心虚地垂下眼眸。 哼, 你们, 真的了解你们的母亲吗? 既然容不下一个诱饵, 又为什么要答应齐家要求, 享受着齐家给予的不菲条件? 他又做了什么呢? 会让五岁的小儿在冰天雪地发战? 会悄悄让丫鬟往五岁小儿的被褥里倒水, 再污蔑他尿床从而严渴地责骂? 这下都是你们母亲做的事情? 不知道他用那些钱财是不是能安心? 你们现在也为人父母了, 如果你们的孩子遭受如此对待, 你们又做何感想呢? 总说我对你们母亲无情, 我要是无情, 她能平安到现在吗? 人活在世上, 有选择就有得到和失去, 成王白寇罢了, 告知你的时候, 你说你会处理干净, 我可偏袒过半分, 你们要知道, 你们的姐姐现在已经嫁作人妇, 不是她一条人命, 是整整七条人命, 你们娘要杀人的时候, 可动过半分的隐忍, 你心思歹毒, 全无半点仁慈, 所以连彻查清楚的耐心都没有就动手了, 你可知道, 她早就失忆了, 从被掳走之后就失忆了, 再也记不起自己姓慎名谁, 家住何方, 如果你查清楚了, 何至于把自己的生路也给堵死了呢, 这一切的结果都是你咎由自取, 怪不得别人。 七星月听着这一切, 简直如遭雷击, 她抬头看严青云不可知信, 老爷, 你, 你说什么, 她失忆了, 这, 这肯定不是真的。 哼, 她岂止是失忆了, 不但是失忆了, 什么也记不起, 连信都换了, 她现在只认她自己是肇事, 你担忧的一切, 她根本想都没想过, 她不想回来, 只想过她安静平和的小日子, 我们与她而已, 就只是陌生人罢了, 你要是查清楚点, 事情会有很大的不同, 你若是对她好点, 她甚至会感激你, 你的儿子若仕途, 有我扶持也走得艰辛, 你的两个孙子, 头脑也愚笨, 你可知, 她的孩子, 是什么样, 你可知, 她的孩子, 是什么样。 齐心悦神色茫然, 她一概不知, 被点了名的严志远, 连头也抬不起来, 严青云嫌弃地揭露, 她和孩子的愚钝, 实在是让她羞愧难当。 她的两个儿子, 皆是读书人, 此番尽敬, 则是只为客考, 其中一人, 是整个芙蓉州的第一名, 你匆匆下手, 愿是得手了, 只怕也是难以脱身。 齐家早已认定了他们的身份, 一旦出事, 必定会纠察到底, 如此富有学识的才子, 恐会惊动功力, 彻查之下, 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都会插到你的身上, 你动手, 就已经是大错特错, 现如今我让你畏罪自尽, 保全你一个颜面, 对你已经是任之以尽了, 你要是还想不明白, 大可等着, 等着, 解放我吧。 娘! 严真真哭着喊, 她心痛无比, 却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救娘, 严致远捏紧拳头, 咬紧牙关。 好了, 你们都回去吧, 今后, 好好生活。 事已至此, 她知道, 自己再没一点活路, 走到这一步, 都是她自己走出来的, 怨不得谁。 她的儿女, 她怎么舍得连累他们呢? 齐心悦轻轻地伸手, 抚摸严真真的头发, 她看着自己苍老的手, 严厉有着悔恨。 珍珍, 志远, 你们回去吧, 娘想一个人静一静, 娘累了, 想休息了。 严真真泪流不止, 严志远拉了拉她, 姐弟两人才不舍地退下去, 他们都知道, 齐心悦赶走他们, 是什么意思, 这个结局, 他们不愿意接受, 可却也毫无办法。 到二人走后, 齐心悦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转身回院子礼物, 既然要走, 那就体面地走吧, 别被抓进那阴暗的牢里, 受了刑罚还是逃不过一死, 还会连累自己的孩子。 扑上宣纸, 写下她罪孽的遗书, 然后, 洗漱, 沐浴一番, 最后安安静静地躺上床, 浮下毒药, 静静死去。 苏小璐说了一声, 出去买药, 然后就出门了, 她直奔周智府上, 见是她, 近无几人都露出笑意打招呼。 啊, 苏姑娘来了, 主子在沐浴, 你稍等一会儿。 苏小璐点点头, 她来顺便给周智把把麦, 然后问一问那些被抓住的杀手的情况, 这个案子始终是她心里的一根刺, 还是早点查清楚。 苏小璐安静地坐着等周智, 没等多久, 周智就来了。 小璐, 让你休等了。 没事, 我没等多久, 你手伸来, 我看看你慢想。 最近保养得挺不错, 继续保持, 到六月份可以开始第一次解读。 好, 谢谢小璐。 那个, 昨天抓到了那些杀手, 审问出什么结果了吗? 还没有, 他们经过专业的训练, 这才过了一晚, 还没那么快松口。 我能去看看他们吗? 当然可以, 你等我一下, 我换一下衣服和你一起过去。 没事, 让金妻带我去就行了。 好。 周智吩咐了金妻, 领着苏小璐去地牢。 路上, 苏小璐问金妻, 你们都用些什么刑罚? 比如说, 鞭子浸泡盐巴辣椒水, 然后用来鞭打, 这样的刑罚有吗? 有的, 还有真行, 火行, 其实都有, 但有些杀手, 痛感神经是损坏一些的, 对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 要他们疼痛到受不了招供, 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那, 滴水之行, 无眠之行, 无声之行呢? 金妻愣了一下。 苏姑娘, 你说的这几种刑罚是如何行事, 我没听说过。 或许你等会儿就能知道了。 还没说出点什么吗? 还未, 从所以到现在, 只是求死, 其他的一个字也没说。 把他们眼睛蒙上, 朝一条长灯捆上面, 将肢体全部固定好。 听苏姑娘的, 照做就是了。 兄弟们, 咱们可以好好休息了, 这不就是水滴吗? 有什么可怕的? 睡觉睡觉, 不能给咱们痛快, 现在也是无计可施了。 睡吧睡吧, 能夺活一会儿, 试一会儿。 一人带着嘲笑, 说完还真就不挣扎不动弹了。 水滴声音啪哒啪哒地滴在他们额头上,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难道就这样? 这算什么酷刑啊? 一会儿这几人都能睡过去。 哼, 不急, 咱们出去喝点茶, 吃点东西再来看看。 兄弟们, 都出去喝口茶, 休息休息, 这里, 这一个时辰先不管他们。 走吧, 出去等着看看。 有一人似乎发现了不对劲, 挣扎了两下。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了? 又有一人说, 但他们无论怎么说, 都没有人答复他们。 看过了, 作为死士, 能扛打不怕痛也正成。 我尝试了一种新的刑罚, 过会儿看看效果。 那吃点东西喝杯茶吧。 好, 正有此意, 多谢款待。 小龙, 现在还早, 你还可以和金武他们过几招? 没心情, 就这样安静坐一下就好。 不知怎么的, 看见周智, 他心里会有点酸涩之感。 周智和周恒, 对比之下, 差别真的是太大了。 一个人如繁星正升起, 一人却如日落, 慢慢落下去。 苏小龄喜欢周恒, 那他们一家人都不会不顾周恒。 小龙,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可以过去看一下了。 这也有一个时辰了, 那就去看看吧。 让金七陪着你吧, 我随后就到。 苏小龙点头, 他转身就先出去了。 周智看着他的背影, 幽深的眼眸笑意已经消失, 他的心思太纯真, 让他生出了一丝退意。 若他知道自己是心思阴暗, 可不知人, 他还会不会奋力救他性命, 他会不会后悔救了他呢? 苏小龙和金七已经回到了暗牢里, 走进了又嘶哑地哀求之声。 来人, 快来人, 救命, 救命把我放下来, 杀了我, 我招。 一声声饱含痛苦的求饶之声, 金七都诧异了。 怎么回事? 属下也不知, 他们半个时辰前, 就已经开始挣扎寒痛苦了, 属下进去查看过, 没有什么伤害, 以为他们是休息好了, 故意刺激我们, 就不予理会。 苏小龙走近, 拿银针给他们解开封住的穴位, 如此, 他们又能听见声音了。 金七上前检查, 发现有一人气息非常的虚弱, 在冰死的边缘。 说说吧, 能不能放过你们, 要取决于你们交代的东西, 有没有用? 哎? 先别着急说, 感受一下你们的身体, 我方才会给你们吃的是价值不菲的保命药丸, 这能够让你们的金七神迅速地补足充盈, 让你们有足够的精神面貌, 在迎接下一轮的滴水之行。 别再折磨我了, 我全都找, 只求给我一个痛快。 苏姑娘, 这滴水之行到底是什么刑法? 为何不伤人铁肤, 却能让人神志破灭呢? 这滴水之行本意不是伤人身体, 而是伤人的精神, 人的神志可以很坚强, 也可以很脆弱, 你要问我为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滴水之行很有用, 这就对了。 小罗真聪明, 能这么快就让罪犯赵公, 多亏了你。